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学 第1426集 不管如何 一定要将段柳央救出来 凤九儿沉声说道 这时又有兄弟在外面跑了进来 九儿小姐 兄弟来到殿中拱了拱手 何事 凤九儿看着殿中的人 九儿小姐 前线来信了 兄弟几步向前 恭恭敬敬地递出手中的信件 凤九儿接过信摆了摆手 打开信件 将信件取出 兄弟拱手离开 兄弟出去的时候 乔木走了进来 是不是小江来信了 乔木问道 嗯 凤江的字 凤九儿还不至于会认错 西面的城门失守 三哥请求援兵 下令吧 我马上带人过去 乔木眉心一皱 再也舒展不开 出战是必去的 但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多 段小姐那边 行子周比乔木要理性一些 段小姐 什么段小姐 乔木沉声问道 是段柳阳 赵玉生硬喝道 雷鸣带人杀了段武成 和他的两位娘子 还有段家小少爷 现在段柳阳在他们手中 他要求雷神抱患 雷鸣 乔木紧紧握了握拳 没想到他逃去了永山城了 难怪一直找不着 九儿 你做何打算 营救段小姐的事情 我去办吧 赵玉生抬眸看着凤九儿 我只带三十个兄弟就好 给你一百人 带上一男 后面我还会安排人 过去给你支援 赵玉生 柳阳就交给你了 人选我自己来定 我赵家寨的人 比较熟悉山地 行事 可以 凤九儿摆了摆手 现在我就去安排 我们也准备动身了 好 赵玉生一拱手 转身走了 一个时辰之后 停下不久的队伍 再次出发 凤九儿现在 是永山城的城主 城主凯旋归来 百姓都很愉悦 可惜西面城门失守 他们想要举办点什么 迎接凯旋归来的新城主 也有心无力 很快 段五城适事的消息传来 永山城陷入了悲鸣之中 西面告急 城中还有敌人活跃 百姓们能躲的都躲起来 不敢外出 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 如同空城一般 在一处深山里 两名男子从外面回来 他们穿着普通百姓的着装 上面还有些补丁 看着和一般百姓 没有任何区别 老大 今天不知道搞什么鬼 街上是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啥也买不到啊 一个男子抱怨道 另一个男子立即应喝 我也是啥也没买到 连个粮食也没买到 老大 那姓龙的根本没将我们 放在眼里啊 我们何去 与他客气啊 从里面出来的男子 声音低沉得很 消息都送出去好几天了 一点回应都没有 说不定 他们根本不想 将段家的人放在眼里啊 那我们还客气什么 有一个气势汹汹的人 回头盯着被绑着的女子 不行我受不了了 今日必须得 给他点颜色看看 好让他认识认识他的爹 是相信了些什么人 哼 话语刚落 他转身 大步走向里面的草堆 被绑着双手双脚的女子 眼泪汪汪地往后挪 男子来到他跟前 粗鲁地将塞到 他口中的布条拉掉 让你喊 这儿深山野林的 喊也没有用 白白为了你那么多天 你还不好好伺候伺候老子 老子不是吃亏了 不要 放开我 段柳央苦苦哀求 好几天他不仅瘦了 脸色也苍白 就连声音都哑了 不要 请你们不要这样 哪怕看不到希望 段柳央依旧在无力摇头 不要 男子蹲下来 伸手挤他衣裳 你也不看看老子这几日过得都是什么日子 好好伺候伺候咱们 说不定还能给你留条生路 要不然 不要 段柳央依旧一直挣扎 那就要怪你 死去的爹 有眼无珠 相信了白眼娘 刺的一声 男子扯掉女子的一块衣角 我们的消息早就送过去了 那姓龙的根本就没有要打救你的意思 你死了那条心吧 除非你死去的爹娘爬起来 要不然 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嘶的一声 段柳央依旧的衣裳又碎了一脚 不要 他刚站起又硬生生地倒了下去 起来 男子用力将他捞起 甚至还解开他双手和双脚 段柳央得到了解放 但看了四周的人一眼 还是绝望的 他抱着自己身子 畏缩在一个角落 哑声说道 不要 求你们放了我 求你们 求求你们 喊 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见 男子看着衣衫不整的段柳央 红了眼 你慢慢喊 喊呢 不要 不要 段柳央只知道摇头 双眸也呆滞了 在男子向前的时候 一直没有说话的雷鸣 冷冷一哼 我说了 你不能碰他 男子皱了皱眉 回头看着雷鸣 老大 你不会现在还以为信龙的 会过来吧 他不会来的 这不过是他 没有利用价值的一个人 就是啊 老大 另一名男子硬喝 而且 咱们给点颜色 让他瞧瞧说不定 他愿意放了老爷呢 这些男子同一个心思 累了好些日子 身旁有这么一个 绝色黄花闺女 谁想错过呀 要不是雷鸣阻止 他们早就乐好几回了 现在要是一个开了先例 他们剩下的人都有信 不是吗 老大 你就别阻止红大了 也就是玩玩 又没说上级性命 另一个男子又在应贺 老大 大家说得对 咱们 真的要给姓龙的一点颜色 看看了 再一名男子 一脸正经地说道 这种事情 非汉子所为 雷鸣依旧反对 你要么就放开他 要么就杀了他 老大 现在这女子杀不得呀 黎雷鸣最近的男子着急了 哪怕救不了老爷 我们也要用他离开永山城啊 老大 他们想玩玩 就让他们玩玩呗 一不是你的女人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说是不是啊 老大 无所谓的嘛 本集播讲完毕 请关注一刀苏苏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 等你来拿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